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叫宋明德,今年65岁,我的父母一共生了四个孩子,两儿两女。我是大哥,下面分别是二妹、三妹、四弟。 我家虽然兄弟姐妹多,生活条件也不是很好,但我们一大家却很幸福,父母对我们一碗水端平,从没偏爱过谁。 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也很和谐,互帮互助地一起生活了很多年,没红过脸,也没争斗过什么。 所以,在年轻的时候,我就认为这世界上最亲的人,大概就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,还有我的子女。 我们留着相同的血脉,无论未来怎样,都不会改变我们的关系,并且我们也拥有外人无法替代的情感。 可是,随着年纪渐渐增长,兄弟姐妹各自安家,父母也悄咪咪的老去,我就渐渐发现,我一直所看中的血脉亲情,其实并不是我最亲的亲人了。 尤其是退休后的一场疾病,让我卧病在床后,更是让我感悟深刻。 五年前,也就是即将要退休的前半年,我出了一场车祸,自己骑着摩托车一不小心在沟里,导致我全身多处骨折。 而这骨折还没啥大事,脖子上的脊椎损伤压迫神经,才是我最大的危机,这么一个损伤,让我成了个瘫痪人,需要进行好几项手术才有机会恢复。 也因为这么一次瘫痪卧床,让我重新好好地认识了所谓的情。 过去我曾认为最亲的亲人,都在我卧床后,成了我最难以依靠的人。 首先,是我的兄弟姐妹,因为当年给儿子结婚,我掏空的积蓄给他买房买车了,后续又为了养好我的孙子,我和老伴的很多工资都拿来贴补孙子和儿子儿媳。 这些年也没攒下多少钱。 而当时我的治疗,要进行多项手术,费用高达二十来万,而我属于无证驾驶摩托车,保险没得赔,医保又没法直接报销。 一次性要拿出这么多钱,我和老伴也实属困难。 东天西凑了八万元,儿子那边的钱也投资其他项目,没办法套现,还差十多万,我就想跟亲戚朋友借点。 而第一想到的就是我的其他三个兄弟姐妹,他们一个个都比我有出息,挣的钱也多,我以为他们会很大方,谁知让老伴去借了一圈,却只借到五万元。 我最看重的四弟,他是最有出息,工资也最高,夫妻俩月薪加起来都有一万多,我以为他会是众人中,最大方的,结果他却只借了一万给我。 还说什么他家也挺困,我小侄子要考研究生,家里房贷压力也大,等等,总之说了一堆理由。 因为借了一圈,前期手术费用都还差好几万,我就亲自再三跟四弟借钱,他也只肯借给我两万元。 虽然他出借的很多了,但在我心里还是很失望的。 而其他两个妹妹就不用说了,人均借了两万给我,还很不情愿,又十分谨慎,一个个要我签借条,按手指印才能出借。 后面我还缺点钱手术,也在找过他们借多点钱,结果却一个个直接诉苦,没再借给我。 这着实让我们没想到,我兄弟姐妹这么多,竟然连手术费的一半都借不到。 更让我心寒的是,我四弟媳怕我手术不成功走了,借钱过后就把借条第一时间发给了我儿子说,我们家借了他们多少钱。 嘴上说是要我儿子看看,他们这个做书审的,没有吝啬,很关心我,但他们的用意,我也明白,就是我走了,我的儿子和老伴赖账。 而且借钱如此让我心寒,在关心上也是差不多。 平时四兄妹聚在一起,有说有笑,而我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,进行多个手术,经历几场生死,可他们却只来看了我一两次。 即使我们出院后,回到家了,什么都方便了,他们也没有经常来看我,说实话我那三个弟弟妹妹,来我家的次数,都还没有我的几个同事多。 接着,是我的儿子儿媳,在治疗费方面,他们拿不出很多钱给我就算了,在陪伴照顾我方面,也是让我挺失望的。 刚住院时,儿子儿媳倒是很担心我,纷纷从省城跑回来了,但他们夫妻俩只照顾了我一周,就陆续回去上班了。 虽然说,儿子给我请了护工,配合着老伴一起照顾我,但我心里还是挺失望的,那时候的我,真心想儿子能照顾我,毕竟他年轻,有力气,做什么都容易,还有我真有什么事。 他也比老伴更能去面对和解决,但我儿子却没有,每周倒是会回来看望一次,可都是来去匆匆,好像在应付了事一样。 我出院后,因为还需要卧床慢慢休养,并多做康复运动,才能慢慢恢复。 那时候,我就想去儿子家生活,让儿子来伺候我,可却被儿子拒绝了,原因说是省城的房子小,孩子也要读书会影响, 还有他们工作也挺忙,我过去也照顾不到等等,就让我回老家,让老伴好好照顾我。 虽然除了兄弟姐妹和子女以外,我还有一位有血缘关系的亲人,也就是我的老母亲,她知道我住院后,也一直很关心我,但她当时已经八十多岁,自身都难保,更别说来照顾我。 最终,我认为最亲的亲人,都在我不入晚年后,成了我难以依靠的对象,而能给我依靠的只剩老伴。 从我住院到我后续康复,除了请的护工以外,都是老伴一直陪伴着我,虽然老伴中间也有抱怨诉苦过,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我。 为了我康复,有个好的心态,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什么,一直鼓励着我,辅助我每天做康复。 我想,如果没有老伴,我这种情况,可能就会被抛弃在养老院了。 就这样,当经历这些事后,我就逐渐明白,即使拥有血缘关系的父母,兄弟姐妹和子女,都不如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老伴亲。 因为父母在亲,他们不可能和我们过一辈子,也不可能照顾我们到最后。 而兄弟姐妹在亲,他们只能在我们还小,又同住一屋的时候会亲一点,一旦成家立业,各自生活后,他们都会变成外人或亲戚一样,不可能一直对我们好。 而子女在亲,他们为了自己小家,也没办法做到完全孝顺和陪伴。 而只有老伴,才是能和我们不离不弃度过余生的人。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,就一张纸的关系,但我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时,老伴却比我们的父母,兄弟姐妹,以及我们的子女更有用。 所以,奉劝大家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老伴,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比亲人更亲,也比亲人更能依靠。 当你老了,躺在病床上就会明白,这辈子最亲的并非血脉至亲,而是这三点,很多人不知道,即存款,爱好和结交近邻。 寥寥数语,却句句是哲理,惊醒梦中人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人总会变老,这是自然规律,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 人生下半场逐渐凄凉,父母已逝,兄弟姐妹也老了,老太隆中,走路蹒跚,自顾不暇,哪有精力来照顾你。 孩子长大成家立业后,房贷,车贷,孩子的教育经费向大山压在身上,养活自己的小家都举步为奸,养儿防老已成奢望。 倘若孩子优秀的话,到国外留学,则不回来了。 虽然孩子也一再叫你过去,可是,你不懂外语,再者老了,也不想离开国土。 到了国外,你成了浓雅人,没有好友,更孤单,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利。 俗话说,生优秀的孩子是表面发光,生普通的孩子是命里发光。 当你逐渐老去,你会发现一切的人与事都跟你渐行渐远了。 哪怕你为退休之前,身居要职,当时不知有很多人仰望你,阿谀奉承你。 现如今,面对面走过来,都不打招呼了,这就是人性。 年少时,曾经发誓将来苟富贵,勿相忘的好朋友,出道后向他借钱,就避而不见,然后分道扬镳了,信誓旦旦的约定已成尘埃。 成年人的关系都是默契退场。 晚年后,老伴先自己而去,老了又落得一身病痛,独自舔伤,独自沉起目落。 人老了才明白,最亲的并不是血脉至亲,也不是枕边人,而是这三点。 银行卡上的余额越多越好。 任何人都有可能会背叛你,但是,你的钱财绝对不会背叛你。 他一直站在你的身边,为你排忧解难。 钱除了癌症晚期不能救治以外,剩下的钱都可以解决。 钱其实是最忠诚的仆人。 别说谈钱庸俗,可实际上没钱寸步难行。 有钱,就不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。 生病了,可以打出租车电话,叫司机来接你去医院。 老了,没有精力去上街买菜,可以叫别人帮你买,然后再送礼物。 只要你出手够阔绰,别人都会愿意帮助你,还争先恐后。 有钱能使鬼推磨。 人老了,手里一定要有一笔存款,不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 千万不要把房产过户给子女,银行卡的密码也不要告诉他们。 父母救孩子,可以倾家荡产。 甚至是哥干就子,但是孩子救父母,那就悬了。 你老后,巨额就是你最大的笔气。 请好好地守住自己的钱袋子,唯有此才能活得有尊严和体面。 要培养一二门爱好。 人孤独地来到世上,又孤独地离开,不要奢望能够依靠谁,哪怕是至亲血脉。 慢慢人生路,终究是要靠自己一个人走完。 人老之后,大病小病不断,若没有一二门兴趣爱好,躺在家里更孤独与寂寞。 若喜欢文学,可以看看书。 若喜欢乐器,可以吹拉弹唱。 若喜欢绘画,就涂鸦。 自得其乐,乐在其中。 人生终究是从绚烂走向平淡,最后与寂寞相伴。 乐视喧嚣处,往往更显孤独。 结交近邻,友好相处。 俗话说,远亲不如近邻。 一定要与近邻友好相处,经常来往,互动,并给好友一把钥匙。 左邻右舍天天见你出来。 哪天你突然摔倒在厕所里爬不起来,或是患重病起不了床,近邻开门看见了,会扶你起来,或者是送你去医院看病。 当然,你平时对近邻要好,要经常送礼物。 这些道理越早明白越好,对自己有益。 别人给你的力量,不能持久。 一定要自己坚强,乐观。 生活总有残缺,生命总有裂缝。 唯有存很多的钱,享受独处,懂得知足,精神风盈,才能一生圆满。 大家都觉得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着血浓雨水的亲情,不管在什么时候,还是亲情最可靠。 也就是说,在亲情面前,不管是有什么样的困难,亲人始终都会站在身边,以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,永远陪伴在身旁。 特别是对于老人来说,晚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,有些老人甚至是恶病缠身。 这个时候,他们内心就会极度地希望子女陪伴在身边。 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,第一想到的人就是自己的亲人,能依靠的也只有亲人了。 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想法。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,虽然说依靠亲人是本性,但是也不要盲目自信,特别是有的老人,总是特别相信自己的亲情关系。 他们觉得子女是自己生养的,所以肯定会给自己养老。 虽然说亲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情感关系,但凡事都有例外,并不是每一个子女都是感恩孝顺。 就算是孝顺的子女,在面对极个别困难的时候,亲情也会变得脆弱,不堪一击。 九十岁的高龄老人哭诉道,我以为子女会给我养老,当我生了一场病后才发现,晚年谁都靠不住,就连亲情也变得特别现实。 九十岁刘大爷的字数 我叫刘大壮,今年已经九十岁的年纪了,我这一辈子。 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,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,我有两儿一女,在我们那个年代,都秉持着养儿防老的思想。 那个时候,我也觉得自己有两个儿子,晚年肯定过得特别幸福,至少不会落得风餐露宿的局面。 要是在不久的将来,我生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了,我的三个孩子一定会伸出援手,给我养老的,毕竟他们是我最亲近的家人。 但是现实却狠狠地给了我一记耳光,让我对子女有了重新的认识。 年轻的时候,我和老伴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,从相识到相知,再到结婚,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。 我们那个年代,不流行自由婚配,大部分都是父母之间互相介绍,彼此之根之底。 我的父母和老伴的父母是好朋友,所以他们彼此都已经很熟悉了。 我和老伴基本上没互相了解,觉得彼此性格合适,就结婚了。 婚后老伴就为我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,因为孩子的到来,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压力更大了。 本来,我和老伴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,但为了养活一家人,我只能去镇上找工作。 虽然我经济条件并不好,但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,我和老伴都非常努力地经营这个家庭。 那个时候,我每天想的就是怎么多挣钱,虽然很辛苦,但是为了孩子们,我觉得这一切就值了。 俗话说,我养他小,他养我老,我现在这么努力地养活子女,就希望有朝一日,我老了走不动了,子女也可以这样养活我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子女们也都长大成人,女儿还好,嫁出去不需要房子彩礼,两个儿子可让我们头疼不已。 虽然我们没钱给两个儿子买房,但每个儿媳都给了十万块钱的彩礼,就这样,所有的孩子都组建了各自的家庭。 虽然我在所有的父母中不是最富裕的,但是我可以说,我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了子女,我也问心无愧了。 本来我和老伴以为孩子们结婚了,我们也可以享受晚年生活,但事情却没有结束,孩子们结婚以后都陆续有了孙子,子女们提出请求,希望我们可以去他们家里帮忙带孩子,这样他们才有时间出去挣钱,养活这个家庭。 所有的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受委屈,我和老伴也一样,听到子女的哭诉,非常的心疼,最后只能牺牲自己的晚年生活,去市区帮忙哄孩子。 我和老伴为了不偏袒某个孩子,两个人去了不同的城市,给两个儿子照顾孩子。 苦了我和老伴一大把年纪了,还要经历异地恋,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一次。 在照顾孙子期间,我和老伴都吃了不少苦,时间和精力我就不说了,子女们连我的农村社保都不放过,一到领社保的日子,他们就要去逛商场,说要给孩子买玩具,还要给孩子买新衣服,毕竟那是我的亲孙子,我也不好拒绝,所以一来二去的,我的一点养老金全没了。 我的存款不仅要给孙子买东西,有时候子女的生活费都要找我拿,刚开始到他们家的时候,每个月还给我两千块钱的生活费,时间久了,他们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故意的,再也没有给过我钱。 我也不好意思找他们要,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银行取我的老板,本来我有十几万的存款,现在就只剩下两万了,要知道我和老伴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,十几万的存款我们攒了大半辈子,现在存款越来越少,真的特别心疼。 那有的人就会问了,既然子女这么所求无度,为什么不懂得拒绝呢? 说到底,我和老伴都非常重视家人的情感,毕竟子女是我们生命的延续,也是以后可以照顾我们的亲人,面对他们的要求,我们怎么狠得下心来拒绝呢? 相信很多老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,本来不想那么宠爱自己的孩子,但是看着子女生活不如意,还是忍不住想要帮一把,或许这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 其实,如果我的孩子们懂得感恩,那我付出这么多也觉得值了,可是前几年发生的事情让我醒悟,原来我这么努力维护的亲情关系,在现实面前根本不堪一击,我终于明白,晚年谁也靠不住,就连亲生的子女会被现实所打败。 前几年,我的老伴去世了,我经常茶不思饭不想,还经常戒酒消愁,一次早晨起来,我的双腿使不上劲,医生告诉我是中风瘫痪了,以后我都站不起来了。 虽然我很难过,但我却一点都不慌张,因为我知道我有三个孩子,而且我对他们一直都不错,我的晚年生活是肯定有着落的。 果不其然,我被大儿子接过去养老,刚开始的半年,大儿子对我还算客气,平时也总是笑脸相迎的,但是时间久了以后,我就发现,大儿子已经对我没有了耐心。 有一次我听到,他给小儿子打电话抱怨,说他受不了我了,整天躺在床上,身体都一股嗖味儿,被子里臭哄哄的,还说他媳妇现在天天跟他吵架,都要闹离婚了。 就是因为我这个老家伙,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,真的特别伤心,虽然我知道自己现在这副身体是给子女们拖后腿了,但想当初他们刚出生的时候,也是什么都不会,我还要给他们换尿不湿,哄他们睡觉,喂他们吃饭。 我怎么没有因为他们男哄就抛弃呢?现在身份换了,他们就对我这么没耐心,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。 但我心想,大儿子不孝顺,也许我的小儿子和女儿会好好孝顺我呢? 可没想到,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,三个孩子都找借口推脱,不是说自己工作忙,就是说家里没空间,反正就是不愿意把我接过去养老。 再后来,我被大儿子送回了农村老家,三个孩子一起凑了三千块钱,给我找了个农村妇女当家庭保姆,平时会给我做做饭,洗洗衣服什么的,日子才算能将就过。 刚开始的时候,子女每到月底就会把钱打过来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子女们就变得不自觉了,每次还要我祈求地打他们电话,他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把钱给我。 虽然我见识了子女的真实面目,但好在我的晚年也不算太凄凉,至少还有个人伺候一日三餐,我也就知足了。 去年我们村通知,村要拆迁建机场,因为我的田和地比较多,算下来能赔二百多万,我的三个孩子们不知道从哪知道了消息,一年不回来一次的他们,竟然不约儿童的都回来了。 他们把保姆给辞退了,天天给我做一大桌子饭菜,连衣服都自己手洗,太阳好的时候还会把我推出去晒晒太阳,甚至到了晚上, 他们都抢着和我睡在一起,晚上我起夜了,他们也不嫌麻烦,为我端食端药,虽然我身上都臭了,可子女们却一点都不嫌弃。 我知道子女其实就是因为我家要拆迁了,所以才会变得这么孝顺,因为他们总是会无意提起,到时候怎么分配这笔钱,我一直都没有表态,说实话我心里面也不清楚, 因为我觉得我这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孝顺的,我恨不得这些钱都不给他们,但我又能怎么办呢? 难道真把这笔钱捐给社会吗? 显然我没有这么大度,说来说去,我还是一个重视亲情的人。 只是经历了这次生病,让我看透了世间冷暖,也体会了人情变化,不要总想着去依靠别人,靠树树会倒,靠人人会跑,就算是血能雨水的亲人,和自己利益有冲突的时候,也会选择趋利避害。 虽然这听起来很残忍,但确实就是事实,也希望老人们可以早点醒悟,不要像我和老伴一样傻傻地为子女付出,最后子女连为自己养老都要推三阻四,那个时候就算是在伤心,也回不到过去了。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,老年人养老的问题,即是家庭问题,也是社会问题。 从社会的发展趋势看,家庭养老会越来越不现实,社会养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。 人生因活的自私点,动得时留足养老前,有钱能使鬼推磨,不能自理时,才可以用钱买亲情来照顾自己,或者雇保姆照,多给点工钱,再给点奖金,还可以给保姆留遗产,比留给子女更实惠。 都说自己照顾好自己,可终有一天会卧床,子女都有自己的家庭,特别是年龄大的子女也会有病痛。 有的人说,有钱就好,可是取钱时也需要人手,一旦痴呆还便宜了银行,真是太难了。 求人不如求己,从现在开始,好好锻炼身体,快别指望子女今后会孝顺你, 期望遇大失望就越大,何必自寻烦恼呢? 大家不妨看看一位76岁的汪大哥自述故事。 兴旺小区汪大爷的自述。 我是一名退休老师,今年76岁,刚开始退休金很低,随着年龄的增长,已经达到5800元。 还没有退休时,我总认为退休过后,晚年肯定幸福。 毕竟是有退休金,身体也好,老伴也在企业上班,也可以领取养老保险。 而且我的子女,他们都没有稳定的工作,老了以后不用上班,也有退休金。 子女对我都很孝顺,想想真是无比幸福。 所以在年轻时候,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经营家庭,给老伴最好的生活方式,陪伴他度过美好一天。 子女也尽力赞助给他们最大帮助。 他们需要的时候,我都尽力给他们,尽力满足子女的所有。 自从和老伴结婚,生下四个孩子后,我就放弃所有男人的尊严,挑起家庭主妇的重担,买菜烧饭,样样都做。 所有家务几乎都需要我得打理。 在别人眼里,我是七管颜,甚至还有人说我是耙耳朵,但是我都不管这些。 只要家庭能够幸福,别人说什么,我都不在乎,也不计较。 老婆是娶来疼的,不是娶来受罪的。 老婆能够嫁给我,给我生孩子,我就比较感激,亲眼见她为了给我生孩子的痛苦。 还有当初不嫌弃我家穷,仍然嫁给我,我就应该好好心疼她,才对得起她对我的所有付出。 对于孩子,我都竭尽全力,关心照顾他们。 从小到大,几乎没让他们遭受什么罪,以前经济不好时候,即使自己饿肚子,也要保证他们的营养。 子女的吃穿住都比别人好,后来我的经济变好后。 方方面面尽力关心照顾他们,把他们抚养起来我,几个孩子都送他们到大城市去念书,最小的孩子由于书读得不好,我便花钱托很多关系到大公司里上班,几个孩子就她最富有。 我的三个儿子他们结婚,都不比别人差,我不但给他们买婚房,还给他们买车,他们在别人眼里也有尊严和面子,在所有孩子面前从来不吝啬。 就连唯一的女儿出嫁她的嫁妆,与男方出的彩礼还要多。 我的一生当中,我对家庭尽力照顾,对老伴和子女都很关照和关爱,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,对于我的家庭,都是掏心掏肺地关爱着。 有人曾经说,我这样不让老婆做家务,下厨房,心疼老婆,宠爱孩子,瞎操心瞎折腾,最后都会害了自己。 我的想法很简单,有付出才有回报,付出越多,回报才会越多。 只要我尽力,对他们好,以后老了,伤了,就可以得到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呵护,得到他们的尊敬,他们才能够心甘情愿,给我养老送终。 所有的付出,都是人心换人心,前期对他们的付出,后期才有他们的回报。 不错,在我退休那会儿,我的身体没有毛病,还很应当是我们一家的日子,也是其乐融融,老婆对我恩爱。 孩子对我也很孝顺,他们经常给我买着买呢,还有我喜欢的礼物,各方面都会尽力满足我,逢年过节,大家也可以齐聚一堂。 这样的幸福日子,我好欣慰,同事都很羡慕我,年轻的时候,付出终于有了回报,所有的付出都值得,如今在同事面前,也有炫耀的资本。 万万没有想到,在我不入晚年生活时,我的晚年生活就像过山车,有幸福也有落魄,更多的是悲伤,人生如此不如意,使我我彻底寒心了。 在我69岁那一年,我在公路上散步,不小心摔了一跤,那就这一跤把我的腰椎间盘处摔坏了,成了半瘫的人,走路需要拐杖,当时我也想得开看得远,就算是老了,伤了,残疾了孩子们也会尽你对我尽效,觉得任何人老了都会有些凄凉劫难,没有人和人都会一帆风顺终老。 当初年轻,我对他们尽力照顾和关怀,有因有果,如今他们该会好好对待我,觉得自己的老伴会更加疼爱自己,还有孝顺的孩子。 自己病了,瘫痪了也是一种好事,他们会围绕着我转,也会前呼后拥关照和呵护着我,才是老人应该享受的幸福事。 以前有些小毛病,子女都会对我进行关照,对我问寒问暖,特别是老婆,经常照顾我,都没有任何怨言。 可是这次成了瘫痪以后,子女老伴对我的态度都180度大转弯,让我心寒了。 在我住院时,都是老伴24小时陪伴我,如今她一把大年纪了,睡眠也睡得不好,在医院没有待上一个星期,显得极不耐烦,常常唠叨我,为什么要这样折磨她? 很不高兴回到家里,让子女来轮流照顾我,孩子们对我的刚开始还十分关心,各方面都很担忧,让我很欣慰,觉得自己以前对他们的好,没有白费。 不过住院还没有半个月,孩子受不了,他们都改以往对我的孝顺,对我的温柔,而且对我抱怨很大,儿子常常说我年纪也大了,为什么到处乱跑胡乱窜? 如今的瘫痪给他增加很多麻烦,更可恨是,最有钱的小儿子,说我耽误了他的工作,影响了他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我。 再说,我的瘫痪又不是故意的,谁想受伤啊,当我躺在病病床上,看着孩子的责怪和老伴对我的唠叨,我也十分难受。 虽然身上受了伤,子女对我的伤害更加难受,虽然他们前前后后在医院里照顾我二十多天,但是我没有感到多么的荣幸和骄傲。 在医院里待得好难受,都是老伴孩子们对我的责怪和埋怨。 我的瘫痪躺在床上不方便,拉大便成了问题,儿子却骂我吃得太多。 如果想喝水,儿子还不高兴,还要等儿子手机玩够了才能得到水。 平时我让他们做一件事情都要大呼大叫多次,他们还不情愿去帮我做一件事情,要他们帮我做一件事情,都要求爷爷哀求他们。 哎,孩子们这样对我,我伤心又悲痛,为什么自己含心如苦养大的孩子,呵护他们,他们却会变得如此无情,如此对待我,难道以前我对他们的好他们都忘记了? 难道真是所谓,久病床前无孝子? 好不容易才出院,孩子们立刻丢下一大碟钞票,回到大城市里享福去了,把我的最后期望和全部全部寄托在老伴身上,觉得儿子对我的不孝顺,都是社会的大趋势所为,社会都是如此,社会是大染缸,家家都是这样,对趋势,如今的年轻人进入社会以后,对待老人多么的无情,又那么自私。 对于身边的老伴来说,觉得夫妻几十年,虽然没有了爱情,难以割舍的亲情,还会在身边照顾我,感到很荣幸。 可是我的想法错了,老伴在家里照顾我没有多久,就嫌得很烦。 他说,为了照顾我还要帮我买菜做饭,还要做家务事,还要帮我翻身搓背端食,端尿的害他,如今没有一点乐趣,也没有生活质量。 老伴还没有照顾我多久,就丢下担子,不愿意再照顾我,干脆请保姆来照顾我,而他自己来打得花枝招展,天天跑出去唱歌跳舞打麻将,从早到晚很难看见他,即使我有事求他,他也显得极不耐烦。 而保姆换了一茶又一茶,保姆说,我太胖了,他们帮我翻身搓背很累,老伴又不愿意多花钱,所以他们没照顾我多久,都主动辞职离开我。 我半瘫痕已经六年,这六年也是我人生经历最难熬最痛苦,除了没有自由和生活乐趣,天天困在床上,好悲伤好凄凉,老伴和子女对我的态度创伤最大。 在瘫痕的几年里,我终于看透了人生,看透了子女他们的所作所为,年轻人对待老人的不孝顺,会这样对我,年轻的时候,我对他们的好,对他们的关照,望得一干二净。 终于发现人老了,身边的子女和老伴未必都能靠得住,无论年轻时候,你对他们多好,对他们多关心,尽力照顾他们也无法确定。 未来他们会对你有孝顺,都有回报,所谓的时间在变,人心也在,如今社会里。 没有多少人能够保持初心不变,老伴亲人亲戚朋友也是如此。 内心感觉人老,子女,老伴都靠不住,一切都要靠自己,有钱和健康的身体。 如果自己身体好,又有钱,就不会依靠任何人,就算子女靠不住,老伴不愿意伺候,都不会让自己的晚年过得十分伤悲和凄凉。 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奇,为什么老人身体健康时,夫妻都会恩爱,子女都会孝顺,一旦生病了,就会遭受妻子嫌弃,子女的不孝顺。 有人说这是家风问题也,有人说是老人的教育问题,甚至更有的人说这是社会现象,也有人说这是社会常态所决定。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往往是人在世上的利益和人性的所决定,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,他们首先要做的都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,一切对他们没有利益的事情都不会去付出太多,最后能够迈出脚步去做的都是与自己有利益事情。 利益和对自己有关的事情,那才是考验人性。 人性使然,无关利益的时候,个个都是好人,触犯到自身利益的时候,就是恶人了,所以别想着依靠谁,不管什么时候,都要懂得爱自己,照顾好自己,尽量不要成为家人的拖累,自己身体好好的。 能吃能玩,生活开心,不用妻而担心,就是对家人最大的爱。 所谓养老,其实就是伪命题,是对某部分人而言。 经济条件好的,有钱的人才有机会谈养老。 所以,人老了,才是真正苦难的开始。 往天下的老人,都要做好这方面的苦难和准备,不要把自己的晚年幸福,全部寄托在子女和老伴身上。 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生病住院,无法避免的事情。 人时无骨,孰能无极。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,生病住院的次数会大大增加,都希望身边有人陪伴和安慰。 其实,生病住院后,最好不要告诉亲戚朋友,以下三个原因值得考虑。 怕亲人担心。 很多人,家中都有特别关心自己的老人或者是亲人,其中老人年纪大了,经受不了太多的刺激。 如果这个时候,他们知道了住院的消息,难免会让老人心中产生担忧。 老张的表哥八十多岁了,得了重病住在医院,表嫂也体弱多病。 孩子们始终都没有告诉表嫂表哥的真实病情,只告诉他正在做体检。 怕表嫂年龄大了,经不住刺激,使身体也垮了。 二,怕影响休息。 生病住院的病人,往往精神不济,身体状况也比较差,需要静养休息。 在生病住院时,医生往往会告诉病人,要保持安静放松身心,休息好,能够帮助身体恢复。 如果亲戚朋友知道住院了,会想着到医院探望,或者给打电话发信息,就会影响病人休息。 当有人探望时,病人需要打起精神,与他们进行交谈,回答关于病情的问题。 自己想休息一下,令一些朋友又来看望,这样就导致了没办法好好休息。 有时候,病人没劲儿说话,不想说话,但是亲戚朋友来看望,如果一句话也不说,就显得太不礼貌。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人情社会,你生病了,别人知道后都会拿礼物去看望,这就意味着你欠下了人情。 如果下次对方提出什么要求,哪怕是不合理的要求,你也不好意思拒绝。 欠什么都行,别欠人情,什么债都好还,人情债是最难还的。 老张的邻居住院做手术,亲戚朋友知道了,都去医院看望,都拿着水果,点心。 邻居吃不了东西,水果和点心,放的时间长了都坏了,都扔到垃圾桶里了,但也欠下了一个人情。 送来的礼物,大部分是没用的东西,只是把看望病人,当成了一个任务。 履清人情重,你有病收了别人的礼物,你就要经常打听,别人身体好不好。 实际是想知道,住没住院,又不能问病了没有,只能侧面了解,真是没事找到了烦心事。 自己生病住院不告诉别人,当别人有病时,自己会省好多麻烦。 邻居一个朋友儿媳妇生孩子,邻居不知道,没有及时去看望,结果朋友就生气了,不和他来往了。 老马住院时,朋友送了十斤鸡蛋,朋友病了,老马拿了两斤点信去看望,朋友认为礼太少了,有了意见,也疏远了。 自己家人有病,不张扬,不告诉别人,别人有病也当不知道,又省事,又没矛盾。 总之,生病不告诉别人,就省去了好多人情上的往来,减少了好多麻烦事。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话, 辛辛苦苦几十年,一夜回到解放前,不怕人穷就怕人病。 一旦进医院,花钱如流水,纵然家财万贯,急病面前也得投降。 虽然是一句带有调侃意味的话,从中也可以看出,老年人最怕的,就是生病。 一旦生病,不仅要忍受身体的疼痛,还得花钱,还得让身边人忙前忙后跟着照顾。 俗话说得好,久病床前无孝子。 这句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,老年人一旦卧病在床,最靠得住的,很可能不是儿女。 这并不是说,天下的儿女都不孝,而是他们肩上有自己的责任,有自己的小家庭和生活,不可能辞职全身心照顾父母。 而且父母生病,他们还得努力上班赚钱给医药费。 这样一来,照顾生病老人的重任,很可能就落在了老人的老伴身上。 人到晚年,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才明白,儿女再好,也不如老伴周到。 邻居孙大爷,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,早年出去外面创业,开了公司,经营了好几家酒店,置办了很多房产,家产早已超过几千万。 在给儿子带了几十年孙子后,孙大爷劳两口回了农村来,过自己的小日子。 一天早晨,孙大爷突然晕倒,被邻居紧急送到医院,孩子们匆匆赶回来,在医生告知没有大碍后,又匆匆地回了工作的城市。 由于身体尚且比较虚弱,孙大爷住院了一个星期,期间都是老伴跑前跑后,送汤送饭,陪在床前无微不至地照顾。 孙大爷不无感慨,抓着老伴的手说,谢谢你,幸好有你在。 原本经常喜欢伴嘴吵架,甚至年轻的时候互相看彼此不顺眼的夫妻。 在一起走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之后,忽然发现,彼此变成了对方最坚强的依靠,和最值得信任与托付的人。 俗话说,少年夫妻老来伴。 年轻的时候有工作有事业,有很多的朋友围在身边,会觉得生活很轻松,也不容易发现家庭对自己的重要,但人一旦上了年纪就会明白。 哪里好,都不如家里好,儿女再好,也不如老伴周到。 因此,每一位老人都该懂得,在你垂垂老矣,日渐衰老的日子里,始终会对你不离不弃的,愿意耐心,细心且有充足的时间陪在你身旁照顾你的,唯有你的老伴。 人一定要懂得珍惜,好好珍惜你的老伴,有他在。 你的晚年真的会幸福,从容,舒心许多。 人到晚年,不要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到儿女身上,做好以下两点,幸福的概率更高。 养儿防老,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观念。 话虽这样说,但我们老年人,自己心里得有个数。 一辈子都走过来了,对于生命的无常,应该比任何人都有更深刻的认识。 天下没有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孝顺,可靠,但等真正到了那个时候,孩子们能够挤出精力才照顾你吗? 有足够的财富和轻松的生活来帮助你吗? 有些子女自己都过得非常艰难,想让她照顾年迈的父母,无异于比登天还难。 有些子女为事业奔忙,分身乏术,一年都跟父母见不上一次面。 对于未来,我们谁都不敢打包票。 当然,我们还是要对儿女抱以欣赏,支持的态度和看法,但另一方面,我们自己也要为自己多做打算,尽量不在晚年的时候,给年轻人添太多麻烦。 人到晚年,不要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,过好自己的小日子,做好以下两点,幸福的概率更高。 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有健康才有一切可言。 年轻的时候,我们就要开始注意健康饮食,规律作息。 五十岁以后,就要有意识地锻炼身体。 每天出门散步几公里,跳跳广场舞,练练太极拳,让身体动起来,保持活力,才不至于衰老得厉害。 人到晚年,更是要懂得忌口,不该吃的东西,千万别吃,少油腻,多吃清淡,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 身体好了,晚年的生活真的会顺遂很多,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会减少。 老年人倘若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无疑是对整个家庭最大的福报。 二不乱花每一分钱,守住自己的积蓄。 中国父母的无私,在全世界可以说是出了名的,恨不能把所有最好的都给孩子, 特别是在一些重男轻女的地方,父母所有的都是儿子的。 儿子长大结婚,买房买车,花光一辈子的积蓄,然后老了还是自己劳两口过,可以说是凄凉无比。 反观那些生了女儿,没有生儿子的父母,晚年在经济上就自由多了,自己的钱都是自己的,可以由自己任意支配。 当然,生儿生女,不在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。 提醒广大老年人,就算家里有儿子,也不要倾囊而出。 不要指望自己没有收入的二三十年都靠儿子养,不现实。 钱在自己兜里,才是最踏实。 正如一位老人说的那样,不到最后一刻,千万不要把房子过户给孩子,以免后面的日子艰难。 人心叵测,防人之心不可无,即使在亲近的人之间,也不要全盘拖出,留一线,为自己好,也是对他人负责。 曾有人说过,亲情就像是中国社会人情关系的年合计,存在于血缘的亲情,铭刻在人的骨穴之中。 亲情,它的本质就是血缘的延伸,和你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人,双方才算得上有亲情可言。 就像我们和父母的感情,这是一种血溶与水的直系至亲之情,是无法改变的。 就像我们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,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平行至亲之情,会伴随我们这一生。 就像我们和亲戚之间的感情,这是一种或远或近的不确定之情,其中的人情关系是过分复杂的。 对于这三类较为重要的亲情,你到底有怎样的看法呢? 在很多人看来,亲情是这世界上最为宝贵的情感,我们就该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其中,从而收获到亲情中的温馨和幸福。 但是,难道说我们对亲情有所付出,就一定能有相对应的回报吗? 这样的想法,终究是较为天真,且一厢情愿的。 因为所有的感情都是不确定的,就算是你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,也会随着物质或者时间的改变,从而变得淡漠下来。 所以说,对待亲情,我们要从多个方面来看。 而不能只是一厢情愿去做人。 曾遇到过这么一个案例,退休多年的王大伯今年已经八十岁了,可是他却活得不算太好,而且和家人的关系也较为紧张。 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,他理应和家人搞好关系,可为何他和家人的关系会变得紧张呢? 这就跟王大伯七十五岁那年患病的情况有关了。 在七十五岁之前,王大伯的身体一直都很好,可以说是同龄人之中的运动健将了。 可是,在七十五岁的某一天,王大伯突然在洗手间里面摔倒了,从而住进了医院。 原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摔倒而已,可后来,王大伯患上了并发症的轻度脑中风,只能是卧病在床,需要别人的照顾。 在刚卧病在床,问题不大的时候,王大伯认为,自己的孩子和亲人都会照顾自己的,所以没有过分担心。 可是,随着病情严重了下来,王大伯也就需要家人长时间去照顾了,因为他吃喝拉撒,都不能一个人完成了。 刚照顾了一个月,孩子和老伴就已然有怨气了。 甚至有一次,儿子还当众大骂王大伯,可王大伯没办法,只能是一边听着儿子的怨愤言语,一边默默地流下眼泪。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,王大伯从医院转回了家中休养。 在家庭中,王大伯基本上是没有家庭地位了,老伴嫌弃他,儿子也嫌弃他。 这些人都经常对他骂骂嚷嚷嚷。 有一次,王大伯鼓足了勇气,颤抖地说,我,我还以为你们能有多孝顺,与其干得那么辛苦,不如就别干了。 王大伯很生气,他的孩子听到这番话后,火气也就更大了。 慢慢地,王大伯和孩子也就事成水火。 原以为老伴能够站在自己这一边,帮自己一把。 谁知道,老伴根本就不管丈夫的死活,颇有些让他自生自灭的感觉。 那一刻,王大伯才明白,曾以为的一日夫妻百日恩,根本抵不过现实生活的冲击。 没办法,他只能够把养老金和存款交了给老伴和孩子,只求他们能够对自己好一点。 刚拿到钱的时候,他明显感觉到家人对自己的态度好了一些。 虽然内心已然冰冷了,可仍旧有着一丝的希望。 在八十岁那年,王大伯基本上是卧床度日,啥都做不了了。 而且,他的钱也差不多被孩子花完了。 没钱没健康的他,如今只能天天被孩子骂。 不是说这里脏,就是那里不好,反正他宁可死去,也不想对着这些人。 王大伯的情况,正好应了这么一句话,酒病床前无孝子,酒瓶家中无嫌妻。 一个人,当他生病的时间久了,那么他的孩子都会变得不孝顺,亲子间的感情,比喻不了现实。 一个人,当他因生病花光了家庭的钱之后,就连他的妻子都有可能会离他而去。 夫妻之情,终究不可能做到山河皆可平。 在日常的生活中,我们总认为,亲情是无价的,我们要过分在乎亲情。 可当下的现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那就是你所重视的亲情,别人也许不会重视。 你所付出的一切,在别人看来,有可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而已。 从王大伯这个案例延伸出来,我们能看到,亲情中出现变质的情况,那是比比皆是的。 就像你和亲戚间的关系,如果你过分在乎,那么你将会有金钱和情感上的损失。 就像你和兄弟姐妹间的关系,如果你有一天落败了,那么这段关系也就要破碎了。 可以说,人可以重视亲情,但却不能一味单方面地付出,而不求回报。 所有的关系和亲情,都是相互的。 作为父母,你看到孩子付出了,你也要付出,那这样的关系才能长长久久。 作为孩子,你看到父母辛劳了一生,你就得体谅他们,如此双方才能和谐相处。 所以,在未来的生活中,对于亲情,我们不能过分一厢情愿,而是要把握好一个度。